好 咱讲我要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遇到这样一个东西就是num27%这num27%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检查元素 然后进这个调试里面看一下 比如说57%是多少 5除7于于于于于5对吧 10除7呢就于3对不对 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取余数的过程 如果他的余数是零的话 就意味着能整除对不对 就是写过 否则的话呢 就是不能整除 就是输出这个number 那他各位怎么怎么来看呢 各位呢就是if else if 先else 就是 如果说他怎么样呢 他这个number10% 那就是20%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求个为数字 如果个为数字等于等于7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呢 就写一个过 继续过 继续过 抗托C过来 抗托V过去 试一下这个效果 来试一下这个效果 重新来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是过 十四是过 十七是过 二十一是过 二十二十二十七二十八都是过 对吧 三十三十五是过 三十五是过 三十七是过 各位没问题 各位没问题 再看这十位怎么变 十位怎么变呢 就是else if 再判断一下十位 这十位他怎么写 我们先还是进这个里面 检查一下元素 然后试一下这表达式啊 number 如果是 比如说七十七十七十五 七十五百分号 多少 百分之号十是得到的个为数字 得到五 但是呢 七十五如果除以七呢 七十五除以七 得多少 十点几 十点几是不对的 七十五如果除以十 如果除以十是多少 是七点五 只要这个是七 那么就是七十几 对吧 那么 这个怎么怎么样写 这个怎么怎么写 这个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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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十五就让他除以十 然后呢 再让他一个什么呀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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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floor floor 把它除以十之后 然后再再求他的就是向下取整 就得到这个floor 地板嘛 对不对 哎 把这个东西判断一下 如果他也等于七的话 那么就 如果他也等于七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 就继续过 对吧 就继续过 有时候你不光要过 你还要说出过的时候 这个数值是多少 那怎么办 你就过的是数值 写写一下 过的数值就是写一个number加过 number加过 这样可能就更合理一点 对吧 这样可能就更合理的 不但知道过 而且知道的是什么数字 不过 对不对 保存一下 好 确定 走起来 一过 一二过三过 不是真的吧 那这个是number加过 是不对的 一 怎么能过呢 一到这来 然后呢 点一下 进到这里面来 然后 不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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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是符合条件的是吧 这个75除以10 这个75不应该是75 而应该是number 对吧 问题就在这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具体的字 而是NUM 然后呢 再刷一下他 点1234567过 8014过 151617过 哎 基本没问题 但是那个那个太长了 我基本把初值改一下吧 七 初值改成66 然后试一下 66 67过 68 69 70过 717273 7475 767 7878 79 80过 81828384过 哎 基本上这个数期基本就完成了 对吧 数期基本就完成了 如果我要判断 如果我要判断这个100以上的 怎么办 比如说100以上的 被七整除的是没问题 个位是没问题 十位有没有问题 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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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也没问题 对吧 因为 比如说是170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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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位的话 就是170几 就是这样 我感觉 10位的话 就是等于17的话 就是170几 然后27就120 这样这样 点66 6 从66开始不合适了 从166开始 刷新一下 点166 167 168 99170 这都没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是2 这个270呢270就不知道 对吧 270就不行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得再处理一下 就不管是 什么样他 这个数值啊 他在整体的百分号一把10 就是说你得到这个7也好 或者 或者17也好 或者27也好 把它再百分号10 就是再再对10取一个余数 然后呢 它是7 那么剩下的就是7 对吧 就是不管你是7还是17 还是27 还是37 那么都应该是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东西是多少 不是啊 我这个东西是检查元素啊 是275 它 它先怎么样呢 它先除以 它先除以10 等于27.5 那么然后呢 再让这个 math math.flow 百分号10 这个值是多少 10 不是不是 275除以10 275除以10 求它的这个 10位以上的数字 就10位以上的数字 等于是27再百分号10 如果它还等于7的话 那么就是说 是处的 对吧 是处的 所以这个这个逻辑是这样通的 这时候再走起来 2266没问题 能被7整出 267有7 268没事 269 270是不是也是过呀 对吧 270 哎 基本上这个该过都是过 281 又是正常 这就是整个这个数7的过程 我们为了清楚起见 把这个打小变成100像素 然后也看得清楚一点 对吧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 代码呢就放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一点 还可以做个小优化 就是把这个加等1啊 变成加加加 加加的意思就是 它自加1 自增1 原来是多少 现在自增1 最开始是1 自增1就是2 就等于是加等1的意思 1234567过 8 91011 1213 14过 这种感觉 那这个数7游戏呢 就做完了 那么下一回我们做点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点这个音乐 比如这块一个小鸟 小鸟点一下之后 就让它这个音乐开始 再点一下之后 就让音乐停 这怎么做呢 咱下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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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